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很快追踪两则关于中国房地产的消息 第一个是关于恒大 我们最近的一期节目关于恒大是香港富商,刘兰雪红夫妇 然后出售中国恒大的全部股份 就相当于是清仓中国恒大 他们清仓的原因肯定是因为不看好恒大 然后就是清仓走人的意思 这两天又爆出来说是中国恒大的创始人许家印 11月25号出售了12亿股恒大股份 套现大概有27亿港元 约合人民币22亿人民币 然后减持之后,许家印的吃股比例 由原来的70.97%下降到了61.88% 这个吃股比例还是蛮多的 然后根据香港交易所10月26号的通告显示 许家印拥有的新兴有限公司 25日在场外完成出售12亿股恒大股份 每股现金代价为2.23港元 这一次减持之后 许家印的吃股比例由70.97% 下降到61.88% 然后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许家印的妻子丁玉梅 通过其全资拥有的公司 耀华均荣控股而持有的恒大集团 约7.91亿股股份 这没有任何变化 因此许家印夫妇在恒大集团的持股 由101.62亿股或76.96%下降到89.62亿股 或者是比例的话是67.87% 这一部分是加上了许家印妻子 他拥有的股份 强类的媒体 11月26号报道 许家印卖出的2.23港元的股价 较25日当天 中国恒大的收市价2.79股 折价约20% 11月26号 恒大股价跌10.39% 收报2.5港元每股 但仍高于许家印的配售价 也就是说许家印是不亏钱的 相当于在这个出售的过程中 按照26日的最新收盘价 许家印手中所持剩余的 中国恒大的股份价值约 224亿港元 约合183亿人民币 我们刚才说 那个刘兰行出售 他肯定是不看好中国恒大未来 然后赶紧清仓跑路 然后许家印出售 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 官方爆出消息来说是 不愿意去背恒大的这个锅 就是想让这个恒大 自己去解决 或者是至少撑一阵子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 恒大包括这个许家印本人 在出售大量的这个资产 然后出售完之后 可能用于偿还一些 那个美元债的利息啊等等 这个可能是我们目前看到 这个信息的一个 目前看到这个消息的一个原因 就是许家印卖这些股份 可能是为了 可能是为了维持这个公司的运营 有强调的媒体 援引那个两位知情人士 消息说是 就当局要求63岁的许家印 动用部分个人财富 用于深陷财务困境的恒大集团 然后给这个债权人 支付利息啊 支付这个款项 许家印在那个当局的影响之下 我们就看到了 他我们之前那个节目里面说到了 他在出售自己的那个豪宅 然后出售了艺术品 出售自己的那个私人飞机 还有他之前收藏的那个书法作品 以及两处那个高档住宅 等资产来还债 11月中国恒大已经出售了 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旗下的两家海外公司 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是 总部为荷兰的E-Traction Europe 这家公司和总部为英国汽车科技公司 Protein Electric 其中两年前以5亿人民币购入的E-Traction 仅售约1452万元人民币 亏了好多钱对吧 以5亿买的 然后1452万元卖的 所以我们说就是恒大这个债务机爆出来之后 它的很多东西是很难处理掉的 或者处理的时候是以极低的价格处理 然后另外就是 许家印函抵押了香港的两处豪宅 华尔街日报11月5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透露 中国恒大集团 10月通过出售两架私有飞机 筹集了5000多万美元 然后9月底 中国恒大旗下一家公司出售了盛京银行 约20%的股份 然后套现约100多亿人民币 然后另外中国恒大11月4号5号 连续出售恒腾网络 合计约涛现7.17亿港元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11月21日报道 中国恒大11月25日 表示计划以21.3亿港元的价格出售 对这家香港上市的影视制作公司的全部股权 就是恒腾网络 这个就是恒大许家印出售 这个股份的 恒大股份的这个消息 当然我们知道的 就是说他这个出售的这个钱 有可能是来偿还这个恒大的债务 但是也未必了 对吧 说不定许家印自己也会 慢慢卖股票 然后跑路 当然这个 目前看他应该是 目前看他应该偿债的可能性更多一点 原因就是很简单 中国官方当局已经说 这个恒大 其实明确表示 不会用动用 中共的钱来救恒大 就很简单 你搞的钱 然后放在自己私人腰包 然后你等着所谓的国家来救你 这加上恒大是一个民营企业 对吧 所以 共产党救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除非这个恒大倒了之后 会影响整个房地产 所以就很容易想见 当局肯定是跟三番五次的跟这个许家印谈话 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根据媒体的这个报道说是 当局是在给这个许家印施压的 要他那个出售自己的个人财产 来偿还一些债务 所以我们能看到他这个这些消息 所以他卖股份 然后来偿还债务的 就比如说偿还一些那个美元利息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而不是说要跑路 因为他毕竟还持有百分之七十多的股份 百分之六十多的股份 然后这个是关于恒大 另外一个 我们再看一则那个 关于中国房地产企业的一个消息 就是又有一家那个房地产公司叫做澳元地产 陷入了债务危机 我们之前说过就是恒大肯定是 恒大是第一个嘛 恒大推倒了第一个多米诺股牌 然后后来又出现了那个花样年 对不对 而且跟那个曾庆红有关系 然后家兆业 我们之前说他也陷入了这个债务危机 还有之前那个陆陆续续报道的强烈的很多这个房企 就玩同样游戏的 不光是恒大 还有其他的房企 最近爆出来的是这个澳元地产 陷入了债务危机 然后根据这个集团内部的人士透露 近期突然增多的债务清偿要求 让澳元一时之间 这个债务非常吃紧 我们先来看了解一下这个 这个澳元地产 这个中国澳元地产 它的全名是中国澳元股份有限公司 它不像那个恒大那么有名 它是成立于1996年 然后由那个郭子文创立 是广州主要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之一 业务主要是在广州 潘鱼江西南宁等开发地产项目和投资物业 集团亦从事提供其他房地产相关配套服务 包括房地产管理 及房地产代理和中介服务 这家公司在那个潘鱼拥有什么 潘鱼澳元广场 广州澳元城市广场等资产 根据墙内的给他的那个名号 就是中国澳元 它是恒生港股通指数成分股 2018年上榜福布斯 获亚洲最佳上升50强 挤身财富中国最佳董事会500强 即中国500强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2019中国民营企业服务业100强发布 澳元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75位 2019年中国服务企业500强榜单在吉兰发布 澳元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180位 2020年3月17日 中国澳元集团位列2020年 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第25位 它2020年的年营业额大概是 883亿5171万元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规模的一个房地产公司 我们来看它的这个 根据墙内那个第一财经报道 说是11月22日 中国澳元地产发布公告 其间接全资附属公司澳元集团 发行的中山证券 澳创二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展期方案通过 然后根据这个数据显示 该比ABS私募债发行规模 共8.16亿元 出使票面利率为5.6% 到期日为2022年5月20日 2021年10月22日为回收行权日 展期方案通过意味者表示 投资者不会对此提出回收要求 然后澳创二期资产支持 证券之持有人已批准延长 如回日期 根据报道就是11月初就有不少投资人表示 中国澳元正在同时堆几笔私募债进行展期谈判的工作 不过澳元与投资人之间的谈判并不顺利 展期谈判也随之搁置 直到11月中旬相关的谈判才再次重启 彼时的方案中 中国澳元给三笔私募债的投资人给出了相近的方案 到期日先付10% 最后一个月再付10% 到期日后一年后全部兑付 同时澳元还为三笔私募债的展期提供一块地皮进行抵押担保 数据显示明年1月份澳元有两笔美元债陆续到期 合计余额为6.86亿美元 如果参考之前花样年的情况的话 出现债务危机之后 评级机构就接连下调评级 就导致它的融资就更加困难 然后中国澳元的境内外战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 可能让澳元的资金更加绷紧 然后会陷入挤兑的状态 然后对于中国澳元来说 新能危机的起点 似乎是从10月中旬开始的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 标普穆迪汇域开启了对国内房企评级的集体下调 国际的这几个这三大评级机构 对它下调之后 它就出现了在境外融资栏的问题 再加上因为房地产新政的实施 房租不炒的政策的影响下 它就很难融资 所以就导致到它内外都很难融到资 就是资金链吃紧 这很容易理解 就是下调之后 那些之前借给它钱的人 在想这个企业是不是快倒了 或者快不行了 肯定要 然后就提出一些提前偿还债务的要求 有些条款会因为这个评级下调会被触发 会引发一些违约 而债权人便可以通过公司提前要求清偿债务 这个时候这个资金原本就紧张的这些公司 就会陷入流动性挤兑的这个局面中 然后中国澳元便在10月初开始感受到挤兑的压力 有消息人士透露说是 从10月初花月年违约开始 就陆续有债权人提出要求中国澳元提前还款 评级机构的接连下调 则触发了不败境外美元债的相关违约条款 债权人也要求这个澳元提前还款 突然增多的这个债务清偿要求 让澳元一时之间四面楚歌 然后为了回笼资金 中国澳元只能忍痛断壁 根据墙内的这个财经媒体报道 中国澳元11月14日晚发布公告称 公司计划出售 所持一个香港旧楼重建项目的全部业权 连同持有物业的控股公司股份 及股东贷款在内合计约9亿港元 另根据墙内的这个一个媒体报道 中国澳元正在考虑出售旗下澳元健康55%的股权 已接触过多名买家 报价约为30亿元 但另据报道 这笔交易后面波折不断 至今也未见买家出现 知道的从11月初开始 这种房地产这些坏消息就不连不断爆发 之前是恒大华阳年 前段时间的家兆业 最近澳元也出现问题 整个感觉就是以恒大理财产品 爆雷为标志的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正在进行 因为整个房地产体量特别大 它肯定不是一下子就会破灭掉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会陆续有更多的这种房地产公司 出现这种债务违约的情况 好的 关于这个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